我覺得的確是嘉義是一個民主的聖地 那一般來講的話 其實在這邊辦活動它有它獨特的一個意涵 那你也知道我們這一個辛亥的公投的活動 其實是全台灣各地方的 我們上一次在中立還有上禮拜在高雄 那這禮拜我們選擇嘉義 但一個原因是你剛剛講的是一個民主聖地了 那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嘉義的朋友 他們太熱情了 他們希望說能夠在這邊辦一個 還嘉義市嘉義縣的活動 那我們覺得非常有意義 因為本身這個公投它就不應該是一個政黨跟政黨的對決 那是一個人民對於公共政策的一個選擇 那嘉義呢一般感覺上 你看看這個旗幟上好像國民黨在這個地方嘉義縣 是長期是沒有執政的 那換句話說一般的這個難易的選民 他們的熱情也非常的不夠 所以這個時候在這邊辦活動呢 其實有兩個比較重要的內涵 一個呢當然就是為了公投 一個就是為了公投 讓這個公投可以讓更多的嘉義的市民 嘉義的縣民能夠了解 第二個呢也讓這邊比較寂寞的 或者比較大家沒有被重視的 藍營的選民 他們也可以有一個振奮他們的機會 所以今天其實你看這麼多的車子 其實對嘉義來講是非常難得的 今天我們可能會有六七十步 六七十步 我們上次在高雄 因為是整個南部的會期 大概有三百多輛 可是今天就是嘉義這個縣市就有六十幾步 實在是非常難得的 而且等一下會有陸續的車子的加入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那另外你剛剛談到 的確在民進黨現在鋪天蓋地的宣傳之下 民進黨就是要把這場公投打成一個政黨跟政黨的對決 因為政黨跟政黨對決的時候 就會讓一些綠營的選民他們陷入困惑了 比如說我們知道很多綠營的父母親 也不希望小孩吃萊豬 很多綠營的年輕人或者公司上班的一些年輕人 他也希望台灣有足夠的電力 他今天開小生意的電如果不夠的話 他的公司也會有影響 可是對於這兩種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綠營市原來就是珍愛藻礁 他們最早的支持者啊 蔡英文不是還是永續嗎 早就永續的這個撰寫人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綠營有非常多的人是支持這四項公投的 可是民進黨就硬把它操作成為一個政黨跟政黨的對決 讓很多的年輕人或很多一般人 他在面臨選擇出現一個困惑 那到底我要支持民進黨呢 還是要支持反對萊豬呢 那但是民進黨這時候用他的龐大的經濟跟財力 還有文宣 你看投了大概是五千多萬嘛 這麼龐大的經費 就讓民眾之間整個開始 面臨困難的一個抉擇 那往往投票是那一剎那嘛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邊嘉義遊行 其實我們最重要一個訴求 就是救子救孫救自己 因為這個訴求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投票嘛 選現實議員你可以選自己的政黨 可是這件事情影響的不是四年嘛 他可能影響我們下一代 對這個投票下去可能對我們來講 是一二十年二三十年都翻不過來的 所以這個事情我們也呼籲透過今天的郵街啊 呼籲大家了解說其實這個公投是應該屬於人民自己的 屬於子孫未來的 不要被政黨意識形態所左右 這件事情請你放下政黨好不好 我們有好多不同的身份嘛 有的時候我是黨員 但是我另外一個身份也是小孩子的爸爸 對不對 我也是國家的公民啊 我有很多學生在學校裡面讀書 我也希望他們未來有很好的發展啊 可是如果說台灣沒有輸過的電 請問一下經濟在哪裡 如果電未來今天太陽 核能電也不發了 然後就要很多的燃煤 空氣污染怎麼辦 然後電呢漲價怎麼辦 那老百姓負擔不起嘛 所以我覺得真的也藉由您的機會呼籲所有的選民 請你把你的政黨色彩拿掉好不好 你還是一個父親還是一個母親 還是一個小孩子的家長 還是一個年輕小孩子 所以我覺得這種聲音透過你們的廣播 透過更多的了解 真的公投是一個人民制的公共政治的選擇 不是政黨跟政黨的對決 我們不是政黨的工具啊 對不對 政黨應該為我們服務的啊 那我們怎麼會被政黨綁架呢 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 把這個正確的台灣應該要走的方向 把它確定起來 然後大家好好努力 今天你看這麼多的朋友越聚越多了 都了不起啊 你看今天才八點多 很多也有很多從外面趕過來的人 我們大概九點半開始正式 大概跟大家講那樣話以後 我們就開始遊街了 大概今天會遊到大概四點多嘛 然後還有去菜市場跟大家去 對 文化路 文化路的菜市場去 去跟大家算是互動 親自的一個個廠家去拜訪 請大家幫忙忙幫忙忙 因為為了我們自己的下一代 這件事情沒有牽涉到 也不是選舉 沒有什麼選舉利益的問題 完全就是幫忙為我們的下一代 好不好 所以他們都了不起對不對 對 對 台南來的 台南來的 高雄都有 高雄有 高雄很 高雄5點半 台北 對 大多數還是我們嘉義的 對 全神總共的 謝謝 謝謝